今天独家视频我们来关注张艺谋导演 从业38年的张艺谋做过摄影师、演员、电影导演 但唯独没有拍过电视剧 不过最近有消息称张艺谋要进军电视剧行业了 而由他监制的第一部电视剧也已经确认了 近日由张艺谋监制陈祝飞指导的电视剧《第一枪》发布组讯 显示该剧一剧将于2022年9月中下旬开机 拍摄周期为150天 将辗转湖南蜜罗、吉林、黑龙江暂地拍摄 这也是张艺谋监制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自1984年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中首次担任摄影师以来 38年间张艺谋投身大荧幕 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成为了经典 他力捧的每一位新演员都走上了国际电影节的红毯 作为师长在交演戏的同时 张艺谋也会与每一位演员分享力深之本 其中一条便是拍电影的最好不要拍电视剧 因此张子怡早年曾推掉张继中的邀约 《无缘笑江湖》中的《月灵山一绝》 拍电视剧就 我没有说不拍 我有好剧本我就拍 给我帮我找找好剧本 张艺谋的这一告诫也并非没有道理 目前为止张艺谋电影的女主角们 除了巩丽和刘浩存 都已经纷纷是水小盈亭 可即便是名气最响的张子怡和周冬雨 他们的作品《上阳赋》和《千古绝尘》都难逃诟病 有你在 我怎么会被摔着呢 那万一我不在呢 你不在 你要去哪儿啊 你哪里可以去 行 我哪儿都不去 天天守着你 有时候在看剧的时候我也会看那些弹幕嘛 我这戏刚上的时候有很多的说少女感呀什么的这些事儿 而且开化我们打分给我们打的也挺低的才5.8分 所以那个东西是让人稍微有一点灰心吧 就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太多人去看到她的时候 就已经给她判了一个死刑 汤唯久违小盈亭接拍的电视剧《大名风华》也没能幸免遭到质疑 对我来说这是12年之后再次回到电视剧 然后再次 而且这又是第一次鼓动 嗯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新 当然这也并非是绝对的电影演员转战电视剧后成绩不俗的也大有人在 刘亦菲时隔16年回归小盈亭的作品《孟华路》就让她不仅再度出了圈还圈了粉 周迅也是在电视剧领域《三年爆雅》的代表人物 回归小盈亭的代表作《红高粱》再成经典 咱俩有缘无分 我认了 你也认了吧 你永远是我的女人 到哪都是 这两年前我的外婆跟我妈妈说为什么在电视里面看不见我呢 然后真的就出现了《红高粱》的搭档 然后出现了《镇小龙》导演然后拍这个戏 其实无论是电影或是电视剧 只有当你认真对待时 那个角色和作品才会发光 电视剧就要比更加本土化 因为它长嘛 它需要的是更多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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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普通老百姓看 你一个电视剧 你比如说哪个电影能做到这么广泛的老百姓的受众 真正的你要让家喻做到家喻户晓 你就得拍电视剧嘛 而近年来多产又保质保亮的张艺谋 这次小银瓶的出尝试也让人期待 记者陈骁云编辑报道 有点是 Corey